准备 他来之后 陈昌龄的连续的动作输出 展现了一定的优势 但是我们知道 日本选手向来打得很绵 对 而且抑制的也非常的坚强 所以我们看随后的这个 陈昌龄应该怎么应对 对 在俄美传奇的擂台上 也不知道是有意安排 还是说巧合陈昌龄 连续的对阵日本选手 已经是第三次对对日本选手 前两次呢都是获胜 对 他跟我说这个日本选手 这个都很完全 一直压制着你打 就是他已经这个 似乎已经找到了 应对日本选手这种风格的 一种对战的方式 是的 上一次的日本对手呢 也是跟对 他现在这个对手的身形差不多 但是我们看陈昌龄 在几次对对日本选手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距离拉开 打一些中眼距离的 这个控制型的动作 但是现在我们看 今天的比赛 陈昌龄似乎 并不准备要那么做 是的 再步步紧逼 整灯调整一个距离 也会做一些拉近距离的 这个组合的动作 这个陈昌龄这个输出的这个速度和频率实在太高了 陈昌龄的单个动作的速度相当快 对手冲上来 陈昌龄后撤 拉开距离 陈昌龄今年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去这个泰国专门训练 他说虽然这五个月的时间也许错失了一些比赛的机会 但是对于自己这个提升还是非常值得的 非常明显 第一场回来 从泰国训练回来第一场比赛的跟他五个月前的比赛呢 就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进步 而且打法现在有点清晰很稳重 对于场上的一些变化的应对方式啊 也非常成熟 前手平勾肌腹 这场比赛相对于前两场比赛 陈昌龄的这个把控距离的这个意识啊 并没有前两场做的那么清晰 反倒跟对手做了一些更多的这个互相换拳换腿的 中进距离的阵地战的打法 这个陈昌龄还是保持着有进退 有的时候进去打进内围 多变化 ate音乐 sk厉害 不滑 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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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郑登直接踢倒 对 郑登踢倒 大姐的帅 虽然是日本选手把陈昌霖 逼到这个围组边 但是陈昌霖还做了非常多的反应 从动过的命中率上来讲 还是陈昌霖的这个命中率高 高很多 对 就如你刚才说的 虽然是日本选手把他逼到了绳脚 但是陈昌霖在后撤 以及一套绳脚的时候 动作输出也相当有效果 逼扫之后的前手撑开距离 防止对手前踏迎击 看陈昌霖在这个时候前手的这个发挥 就收到 有没有发现陈昌霖每一次出拳或出腿 至少我前手前撑的这个速度相当快 习惯性的 又一个正灯 这样的陈昌霖保持跟对手的拉开距离 以及防止对手反击的这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陈昌霖还做得最快 这个时候陈昌霖的前手啊正灯啊就发挥出非常有效的效果啊 你看前两局陈昌霖的主动竞争相对多一些 来到比赛到现在陈昌霖的控制使用的打法 又转化了更多 对 陈昌霖在平时的时候 就是看起来外表白那个皮肤白皙 然后很干净 然后很文弱的一个样子 所以就叫俄眉书生嘛 俄眉的夺命书生 走 快 比赛来到第三局 这个球场比赛确实是打得非常紧凑 是的 球场已经发挥了相当出色 双方都是压力的 是的 日本选手现在前两局推并当中 如果从这个命中率以及这个打击力度来说呢 并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 但是第三局上来依然保持强劲的进攻的欲望 对 这场比赛陈翔林表现出非常有用势的 腿法的这个进攻和控制的能力 是的 这个公用腿这个日本选手就记不来 而且双方在拼拳的过程当中 陈翔林拳法落点了 准确度要有明显的这种优势 又是正能推 对 陈翔林对于这个比赛的欲望也是相当强烈的 用他的话说 他想在明年打每一场比赛 不要错过每一次比赛的机会 对对对 但此前他在之前的那个训练当中肋骨受伤了 只是说他们在泰国平时的训练也是相当残酷的 也没有些护聚真的是真打 所以说肋骨受伤 然后问他肋骨受伤是有什么感觉 他说就是不能大声说话 要不然就感觉这边鼓裂啊 鼓头痛的那种 所以我们的国际任务员在整个的 不单是比赛场上 其实整个的训练备战的过程有相当艰辛的 这个时候 陈翔林在步步后撤当中的动作输出 照样这个 这个蓝方选手赵丹拳兽 拳兽摆拳 拳兽摆拳 后手 左右之前加袭击 再次袭击 正当 这一轮的进攻的效果相当好 对而且也掀起了现场的一片高潮 是的 这个日本选手虽然吃了三个回合的拳脚 但是现在的劲头完全不弱 对 依然没有表现出这种消极或好配的这种状态 确实是很弯强 这种状态 也有点准备 这种状态 非常快的腹部的勾钳 非常快的腹部的勾钳 好想再比赛 冰昌林 现在打到现在也是依然还是在这些直线推法的控制 有时机会非常恰当地进行进攻 高潮 高潮上航 对手依然打得挺绵 这个体能下降之后有些动作就有点偏差了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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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丰盛 The winner is Red Corner 这场终于六出名级超级战终于落下帷幕 两位选手为全迷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高兴吗 考四 考及格了 肯定很高兴 我感觉很高兴 我感觉不听了 我还没听过相对的刺激 我还没听过攻击 我感觉很高兴 赢得了比赛的陈长林 并没有马上庆祝自己的胜利 而是在第一时间总结自己的比赛中的经验 教训和失误 他总说找出问题才可以提高自己的感觉